金黄的稻树 金黄的稻树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影田里 我想 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的路上 我看见 那 皱了个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 满月在高 在什么 在高森的树 树尖上 木色里 这 圆山 是围着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点 雕像 能比这更 禁忌 禁忌 坚 坚 坚合着那伟大的 疲倦 你们 你这身上 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 低手 沉思 禁忌 历史 也不过是 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这样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 离瓦江印象 但是他们全是本地的 是离瓦江中的那种离瓦江 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景色 当他们踩过屋顶 瓦片 发出了同样的碎裂声 再小心 也会难能听见 而等他们终于 荒开屋顶 尘埃中 仿佛已升到天上 都有着同一户面孔 都在太阳落伤时 消失 都为同一件事 放生一遍 但这次 却更像是我们的原形 一个个笨拙地爬过屋顶 但无论从时间 还是从动作 有好事 仍平留在那里 已经整整一个时代 我叫轩人士可 持宇宙 在我们的宇宙之外 还有一个慢半趴的 石宇宙 那里的婴儿 出生了慢 树木 生长了慢 没有高铁 没有高速 去邻居家串门 路上 要备好干粮 那里的马拉松 还不如静走 那里的静走 是原地踏步 那里的秒针 和那里的阳光一样 过很久 才跳上一格 那里的窗口 没有排队的 因为办事 效率慢 索性 免签了所有政见 可以随便出国 但一生 也走不到边境 可以随便出轨 但一生 也走不出家庭 那里的天空 没有雾霾 浓烟 还没爬到烟囱 就累死了 那里的人 雨速慢 脑筋 不会急转慢 在路上 遇见朋友 说声问候 就钻进路边的 慢餐店 等吃完一出来 才能听到 他的回答 当然 最慢的是 那里的元首 他的就职眼说 一直到快卸刃了 还没有七号槽 他要出去 亲一下名 要亲自用喇叭 吆喝三天 才能换来 慢吞吞的随从 吕约 师哥不知道自己 已经死了 师哥不知道自己 已经死了 在一千个洞的 高尔夫球场上 为他举行了国葬 眼皮上 撒上花瓣 花瓣上 撒上几滴眼泪 一滴来自希腊人 一滴来自印第安人 一滴来自海豹 木志明 由拉丁文和甲骨文写成 所有长着两条腿的人 都看到 他终于死了 身穿黑色和金色 织成的兽衣 嘴角 似笑 飞笑 曹鲤虫活着 蜥蜴活着 蝴蝶活着 所有爬行和飞行的东西 都活着 恐龙正和小学生一起 去动物园春游 挺着喝饱了奶的小肚子 叫黄活着 正坐飞机去非洲 非洲活着 第九代机器人也将活着 师哥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他梦见自己 带着所有的死者 孩子和孕妇 在天堂跳伞 在地狱发射火箭 在第三世界的大街上 穿着防弹背心 跑马拉松 葬礼上 一个孩子发现 他的眼睛 还在眼皮下转动 但他捐出了自己的眼角膜 所以 他将永远看不见 自己的死亡 我是袁永平 玩倒 今天 我看见你 你父亲的姿态玩倒 蜷缩在床上 弯曲 而我们游戏时 我掀起你的小衣服 看见你珍珠粒般的肋骨 弯曲 沿着你的头颅 走向一种苍白的排列 你的哭泣随时到来 那是夜晚的仪式 月亮高悬 刚才还没入云层 此刻 他在蓝色工厂顶端 撒下金色 零零闪动 如大海的波涛 万物 万物静默 与我们一同等待 历与您的睡眠 大家好 我是苏绍燕 我为大家 朗诵的是我的诗歌 两只竹框 两只陈旧的竹框 像两个老人 并肩 坐在门口的木凳上 一声不响 打亮着属于自己的 苞米地 黄土和一闪而过的鸟叫 打亮着他们偏爱的 午后微风的缓慢 和褐色的岁月 弥漫在空气中 那尖末 两只陈旧的竹框 一年年装载过很多东西 黄元帅 小酸梨 还有四粒红 现在他们空空荡荡 竹条之冷 身上剩下的 只是缠绕的麻绳 浑身无力的麻绳 一脸疲态的麻绳 他们觉得 似乎是见过他曾经的 力大无穷的样子的 似乎是见过的 过去的日子里 他们如此深爱秋天 现象 秋天在时光的阴影里 日子就老了 温暖和荒凉 都是一瞬间的事 那些年年碎碎的 记忆定格 画面 都还挂在树上 像从前 他们总是要收获一样 他们收获了 一辈子的收成 如今 一阵风啊 一阵风 就把他们摇落了 一束的果实 两只竹框 不知道 他们如何能够装载 他们第一次 面对收获如此平静 而不知所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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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